澳洲赶走华为意志一带一路 澳洲对中国威胁国家安全的忧虑不断发酵 防备措施扩散至澳洲以外 日前澳洲宣布资助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 兴建海底电缆 令该国撤销与华为的合约 澳洲外长毕晓浦周二再次表明 澳洲将会为太平洋各国提供资金援助 好与区内影响力日益俱增的中国一带一路资金抗衡 中国驻澳洲大使陈敬业则呼吁澳洲当局摒弃冷战心理 放下对中国方面的成见以改善两国关系 又指两国需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妥善管控分歧 强调中国无意威胁他国 BBC援映澳洲当地媒体报道指出 当局忧虑一旦准许华为参与建设该国的5G流动网路 中国政府将可透过华为介入该国的流动网路 取得情报或发动网路攻击 因此有意禁止华为参与相关竞标 对此澳洲政府尚未正式公布 华为澳洲分公司主席洛德等高层发表措辞强烈的公开信 否认该公司接受中国政府控制 是一间由雇员拥有的私人企业 公开信指称 近期澳洲舆论中针对华为的安全忧虑 均属了解不足及没有事实根据 洛德强调目前华为在英国加拿大及纽西兰均设有5G项目 当地政府也同意对华为专案进行网路安全评估 以断定该公司是否合乎相应标准 但澳洲当局却拒绝进行类似评估 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网路设备制造商 也是全球第三大手机供应商 但自从被华府公开指控为中国军方从事网路间谍活动 使得华为在美国市场上举步维艰 对于美国政府的质疑 华为消费者业务总裁于成东曾表示 华府不希望华为进入美国市场 是因为华为太有竞争力 BBC在报道中也指出 社交媒体拒破脸书 日前被美国议员质疑与中国四大公司 分享使用者的资讯 造成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与本月初宣布终止与华为的资讯分享合作 日前美国参众议两院通过了 本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一项修正案 要求华府机构购买或使用中芯 华为其子公司的通讯产品与服务 法案目前上代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实施 早前有澳洲媒体报导 澳洲安全情报机构的报告指出 中国共产党过去十多年 渗透澳洲各国主要政党 增加自己对这些政党的影响力 澳洲外长毕晓普今日折向澳媒表示 澳洲将向太平洋国家提供中国以外的 另一项金元选择 毕晓普向澳媒表示 那些都是主权国家 澳洲希望他们能保卫主权 不应再无问题落入陷阱 导致失去主权 澳洲对华为的防备始于2012年 当时该国下令禁止华为为该国的全国性宽频网络提供设备 今日澳洲政府又介入华为与所罗门群岛的海里电缆项目合作 预留2亿澳元资助所罗门群岛进行工程 令该国取消与华为的合约 这条电缆将接驳所罗门群岛与澳洲 澳方忧虑华为参与建设 对该国的网络安全构成威胁